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次活动在深圳总部及东莞惠州生产基地 开展Teky全球首款全息手机诞生之旅的活动 以不同角度进一步向用户深度展示 全息手机和伊斯达集团泰克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产品 应该我们这十年就围绕着显示科技的产业的发展 跟应用来做研发跟市场开拓的 那么现在应该来讲就随着显示科技的发展 由原来最粗的 平面的 然后到3D的 然后3D的到现在全息 其实从技术和市场上来讲 我们公司就研发这十年来就逐步逐步的在推进 我觉得从现在移动互联网思维来讲的话 应该用户体验更好了 所以我们走创新的路线 并不是简单的走传统的手机竞争的路线 Tike全息手机除了在技术上实现了质的突破外 泰克科技对手机品质要求也是相当严苛 在整个Tike全球首款全息手机诞生之旅过程中 其首次展示核心生产制作过程 泰克科技将手机制造业上的顶级供应商都选择为自己核心合作伙伴 通过合作共赢打造出一流的产品 同时为中国手机打上了一枚中国创造的标签 从一块铝板变成一个金属 它使了四十八道的程序才能做出来 要花180分钟才能做出来 它的工序呢 我认为呢 它不亚以苹果的工序 因为它的标准跟它的要求 绝对是在国内的顶端范围以内 那我们通过了我们的客户 加上我们现在也是用苹果指定的设备做大的东西 现在真正把这个产品已经做到极致 那已经也面线市场了 我觉得更多的好与会 有市场来评论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我认为非常好 广东新闻频道